6月21 由金牌制作人于正监制的年代大戏 像火花像蝴蝶在军举行开播发布会 主演江一燕 王燕 霍正燕 郑国陵军出席 一直被传与于正不和的演员何顺明现身发布会 现场演艺电视剧主题曲《不问》 台下的于正明显心情大好 最终两人在台上握手粉碎之前两人不和传闻 没有 我们一直很好 怎么可能不和 我跟你们讲啊 我一手把一个人捧红 我还让他跟我不和 那我不是傻子吗 是吧 近日于正公司演员袁珊珊再度成为焦点 有网友骂其毁了太多角色 甚至有网友转发其微博一万次 劝其下课别再做演员 面对网友的讨伐 于正力挺袁珊珊直言演员就是越骂越红 我觉得当年的范冰冰是怎么样的 现在袁珊珊也是怎么样的 她的路还长着呢 她如果能够有坚长的心脏 她就能走到最后 如果她没有坚长的心脏 后一被人黑就下去了 那我也就没有 被记者质疑袁珊珊微博事件 是否是自己一手炒作时 于正表示 我跟你讲啊 我不需要做这样的事 我有路征传奇 我每部试都捧回一批人 我干嘛需要用这种方法 这种低劣的下纸的 下三乱的手段 不需要 昨天于正在微博中爆料 曾撮合袁珊珊与霍正艳成为一对 不过两人却频频笑场 最终成为好友 为了安抚霍正艳 于正在芯片神雕侠侣中 为霍正艳预留了角色 当天于正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就是之前让我跟珊珊去 就是相个亲呢 说怎么着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说珊珊是个好姑娘 然后呢 于老师说 对对我们家珊珊革好了 怎么你知道 要不然什么 对现在是变成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 是纯哥们了已经 因为珊珊的性格像男孩子 郭敦彦啊 有啊 珊珊相里会 对对对 安排他想抱小龙女